男孩和女孩的相识 算是男孩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后 托朋友介绍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确定了恋爱关系 以往爱情里都是女生患得患失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男生却有些患得患失 没相处多长时间 男孩觉得两人之间没有太多未来 于是提出了分手 女孩苦苦挽留 说了不想分手 因为女孩把什么都给了这个男孩子了 男孩有点心疼了 然后答应了不分手 可是没过多久 男孩还是觉得这样下去没有意思 还是分手了 女孩一个人不知道用了多久的时间 才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 但是他自己心里明白 他还是放不下这个男孩 可是他的有点尊严 不能让别人觉得他太没有出息 可是这个男孩只要一喝醉酒 就会打电话给他说这个那个的 女孩的伤心又被提了起来 这一通电话又够他难过好些日子 才能缓过来 后来女孩决定要重新开始生活 即使不恋爱 也要认识新的朋友 女孩认识了另外一个男孩 两个人像好哥们一样 有时间就一起出去玩 但是彼此从来都没有说话 什么越界的话 甚至还要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或恋人 就在女孩觉得 以前那些伤心事都全要过去的时候 男孩又回来找他 苦苦哀求他玩复合 只要一喝多就会跑到女生这里 怎么都不愿意离开 酒醒之后 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走掉了 然后又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见了 女孩都快被这样的日子折磨疯了 其实他明白 他还是放不下那个男孩 他喝多了给他打电话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又不欠你的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的世界你想来就来 说走就走 还让我站在原地等你 你这样折磨我有意思吗 你不来惹我 我是不会去找你的 我都决定要好 要开始新的生活 你为什么又出现 把我计划好的事情给打乱了 男孩说 对不起 我还爱着你 真的忘不掉你 但是一想到 不能给你很好的未来 我又害怕 其实我真的特别想你 每次喝完酒 醉了 就会不自觉地走到你那里去 你能等等我吗 等我有点作为了 我再来找你 女孩说 我又不欠你 凭什么要答应你 电话挂断以后 已经哭得失心裂肺 男孩看着电话屏幕 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 看着他慢慢地变成了黑瓶 有多少爱情 是输给了等这个字 在现实面前 多少人败给等 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 我再来帮你 我再来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